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心里火热上上伏事主 这个故事就在西印尼分校第二届的报道时 来自马里斯 老徒拉姆拜 以及 比斯瓦 利维 阿萨 当我和宣教伙伴决定要在这个印尼北苏门达纳 西藩大理瑞瓦村里面的西马拉江 这个宣教区去举办陪灵会的时候 我们的教友对这个感到非常兴奋 然而他们都担心会没有人参加 又没有人受洗 起初我们都很犹豫的 因为教友他们表示过去曾经在资源充足的情况之下 举办过几次的陪灵会 但受洗的人数却是寥寥无几 有些人受洗只是为了从活动组织那里拿到一些奖品 除此之外我们资金方面又遇到困难 我们需要囚无资金 却不足以去应付活动的费用 但我们坚守信心 祈求上帝供应陪灵会所需要的一切 我们相信当我们凭着信心去做上帝的工作的时候 他必定会成就难成的事 最终上帝谁听了我们的祷告 他提供了陪灵会一切的需要 使得他可以在一个没有任何经济限制的情况之下去举行 上帝的祝福确实是无用置疑的 在陪灵会结束之后 有一对母子里奥西亚普拉 和他妈妈曼德拉胡塔古伦 他们愿意受洗 起初他的妈妈不想受洗 他以前参加过几次陪灵会 但从未接受过洗礼 但愿意他答应他的儿子里奥受洗 他自己不愿意接受的原因 其实原来他担心旁边人的眼光 除此之外 他们记住在亲戚的家 他们又担心会因此去遭到驱逐 另一方面 李奥因为明白了真理而渴望受洗 而他妈妈曼德拉 又观察到我们在村里面所做的一切事 在我们为当地的人服务所做的每一次的探访里面 耶稣的爱充满了我们所去到的地方 以至于曼德拉他感受到来自福林信徒不同的爱 事实去证明 李奥他见证了在那里服务的我们 并且渴望自己 他都能够成为一名的报道士 看到个儿子的愿望 曼德拉这个妈妈决定 感谢上帝在受洗之后 他们承诺 我们将保持对上帝和他教会的信仰 致死不渝 感谢上帝 今天我们的神中课来到这里 欢迎明天大家继续收听 拜拜